这个男生惊恐地看着前面的同学 突然 紧接着 他发疯似的冲上前 死死掐住对方的脖子 周围人一脸莫名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直到他被拉上救护车 嘴里还在大喊着 大家并没有太在意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句话很快就会变成现实 几天后 学校为了提高学生成绩 召集排名前20的学生 开展一场封闭式培训 在考试正式开始前 T尾收走了大家的手机 可等他将手机送到办公室时 身后的门突然关闭 下一秒 他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倒在地 而此时的教室 同学们正在观看英文节目 没过多久 电视就开始不停地闪烁 紧接着 班长慧英出现在了屏幕里 只见他正关在透明的玻璃箱 上面写满了数学公示 就当众人一脸疑惑时 广播突然响起 一个神秘人开始放话 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重新期中考试 每答错一道题 就会有一个人死去 直到所有题目答完 考试才会结束 逃出学校 会死得很惨 话音刚落 水箱就开始冲水 女老师看见这一幕 连忙掏出手机想要报警 却发现根本没有信号 而这时 黄老师跑了进来 原来教务处的网络和信号也断了 他们现在已经和外界失去联系 班主任以为是同学搞的恶作剧 冲到班上最调皮的学生面前 给了他两个大嘴巴子 但对方并不承认 两人开始极限拉扯 没有人注意到 水箱里的水已经充满 就在这时 一个女生发出尖叫 原来班长已经溺死在水池 一旁的班主任 决定去学校外的便利店打电话 女老师想要制止 但她依旧坚持 眼看班主任带头出去 同学们不想待在教室等死 也一窝蜂冲了出去 可等他们走到楼梯口 就看见了浑身是血的班主任 还没交代两句遗言 就倒在了门口 此时神秘人的声音再次响起 只要答完所有题目 就能知道这场考试的原因 与此同时 第二道题目也马上开始 题尾的嘶吼声在众人耳边响起 这是一场关乎性命的考试 只要答错一题 就会有一个人惨死 考试第二名的同学已经遇害 而第一名的班长也在水箱中淹死 那么接下来会轮到谁呢 此时广播里传来惨叫声 又有一位学霸被抓了起来 紧接着 神秘人又出了第二道题目 要在礼堂的一千个字中 找出适合的八个字 来形容学霸家长的欲望 在小美的提醒下 黄老师想出了答案 那就是道德精灵 知足不辱知指不殆 这八个字 就在一群人慌忙寻找时 突然 天花板上掉落下一具尸体 正是那位学霸的 她的身体上还刻着答案 看见这一幕 同学们直接变了脸色 一位女同学马上晕了过去 还有的直接吐了出来 胆小的更是吓得尿了裤子 此时只有小美保持着冷静 她似乎有了头血 连忙跑到办公室找出一张成绩表 果然和她猜想的一样 神秘人就是按照这张表来杀人的 第一第二名已经遇害 而第三名就是她的闺蜜 照这个速度下来 很快就会轮到自己 等她回到礼堂 发现闺蜜果然消失不见 于是她把这个发现告诉老师 大家分成两路寻找 但其实 闺蜜是因为害怕 和一小部分人躲到了宿舍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宿舍也不安全 晚上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紧接着 有什么东西正在蒙裂地撞门 没过一会 大门就被砍出一道口子 一位男同学壮的胆子过去查看 突然 这边的动静 很快引起了小美的注意 她连忙跑向宿舍 此时走廊上的灯光忽明忽暗 等灯亮起时 闺蜜和另一名同学都失踪了 与此同时 黄老师带领学生走进一间教室 黑板上又出现一道新题目 需要将上面的数字排列组合 等他们解完题后 得出的答案是 别忘记春日里的礼堂 将答案输入电脑 在场的众人吓了一跳 屏幕里面显示出 是另一名同学遇害的画面 他们寻着线索找过去 看到的就是同学的尸体 眼看事情变得越发不受控制 老师只好将同学聚集到一起 吃晚餐的间隙 小美听到他们提起春日礼堂 她的脑海里浮现出志源的声音 因为这是他们两人独有的暗号 原来志源一直是班上的学霸 每科考试都是第一 但是在一次考试过程中 她只取得了第六名 这也她错失了奖学金 但她家境贫寒 没有奖学金的她连住宿费都交不起 为此她崩溃的大哭 没过多久她就自杀了 大家都怀疑 是她的鬼魂回来复仇了 这是一所恐怖的学校 成绩越好的同学死得越快 大家猜测 一定是志源回来复仇了 就在这时 广播再次想起 这次的题目是被打乱的拼图 而之前消失的同学 则被关进了洗衣机 紧接着神秘人按下启动按钮 等老师赶到时 找到的就是她的尸体 一连串命案发生 老师决定不再坐以待毙 他们响起地下室的电话线 接上后似乎可以和外界联系 但当他们走进地下室 看到的却是倒挂在上面的闺蜜 就在他们想要将闺蜜放下时 绳子突然上升 她被挂在了空中 这时神秘人出现在众人眼前 紧接着她放下绳索 闺蜜直接摔落在地上 瞬间没了性命 目睹这一幕的女老师 被吓得失声尖叫 而黄老师则顺着梯子爬了上去 想要会会这个神秘人 但等她上去后 却什么也没看见 就在这时 一个人引出线在她身后 两人扭打在一起 好在凭借男女力量悬殊 她顺利用绳子将神秘人反杀 直到这时她才发现 原来她就是志源的母亲 几天后 学校为遇难同学举办追悼仪式 家长们全部来到礼堂 一个个哭得撕心裂肺 就在大家以为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实 意外却再次发生 此时广播声响起 大门瞬间关闭 大量煤气被释放出来 另一个神秘人出现了 她自称是志源的父亲 想让大家再进行一场考试 紧接着 她播放了一段录像 上面显示的正是志源被害的画面 而这次考试的内容 就是找出杀害她的凶手 生命关头 终于有知情人说出了真相 原来两年前 家长们贿赂黄老师 拿到了考试的试题 这才使得志源排名下降 而这一幕恰好被志源看见 她找到黄老师想要讨个说法 没成想老师害怕事情泄露 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 直接死死掐住她的脖子 将她残忍杀害 眼看事情败露难逃一死 黄老师也不打算装了 她直接拿起斧子走向众人 想要找个垫背的 危机关头 一个保安冲出来将她抱住 还朝她捅了一刀 这时 她也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原来她就是志源的父亲 当初为了查明凶手 她特意到学校当了两年保安 策划了整个事件 故事的最后 小美独自走在走廊上 屏幕上显示出的第一名成了她 但紧接着她却露出诡异的微笑 很多人说终极BOSS其实是她 你觉得呢 对不起